像是一天连算四人都是宰相之命,后果然应业,自己却因此穷聊恶死张世迅,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像是,或者说是算命的他们小,则能够预知但需祸福。 大则能够推断一个王朝的兴衰,走向譬如西汉的许富唐朝的袁天刚、李淳风、北宋的陈团等等,除了这些大名鼎鼎的像是,还有无数默默无名的像是,被淹没在了历史的城河。 而譬如,今天要讲的一项是,他一天连算四人都是宰相之命,后果然应验自己却因此穷聊恶死。 这世的主角叫张世迅,九百六十四年出生北宋政治人物、世人,九百九十二年举进世帝,曾经活跃于北宋政坛在宋真宗、宋仁宗、二朝三次任宰相之之身的皇帝器中。 张世迅与陈瑶佐、范仲淫等著名文人、政坛人物,都有很深的交往。 他少年父母巨王,殷家贫读书于君州武当山下晚年至世,又归由故地,为人赌后正是严谨诚实守信。 文明朝也颇得民心,直到八十五岁高龄才去世据北宋十七范震东斋记事记载,张世迅晚年退休后讲过这样一件事堪称神奇, 却也悲哀九百九十二年,也就是张世迅刚刚周举进世的时候,二十八岁的他和三十一岁,已经在做官的寇准相约去向国寺游玩。 向国寺原明建国寺,位于开封史建五百五十五年七百一十二年唐瑞宗,因纪念旗游向王登上皇位次名大向国寺北宋,十七向国寺深得皇家尊崇多次扩建。 张世迅和寇准在寺内看到了一个像是,两人便闲去算命补算前程算命,对他们你们两个都是宰相之命,以后都会做宰相两人便开心的走了。 后来在路上碰到了张其贤和王隋,于是这两人也去补算前程张世迅和寇准,自然也跟着去看热闹了,像是为张其贤和王隋补算。 完了之后大吃已经对着大家说,我居然在一天之内连算四人都是宰相之命。 围观的群众和张世迅四人都哈哈大笑,嘲笑这位像是算得不准是个大骗子,从此没人再相信他算命算得准了,慢慢的也就没人找他算命。 了这位像是因此也等于间接失去了谋身技能,余生穷困了倒罪中饿死。 在家中991年张其贤出任宰相,1004年扣准出任宰相,1028年张世迅出任宰相,1032年王隋出任宰相。 看到这像是的话果然应验张世迅四人做了宰相之后,想为这位像是作传。 记载戴因人,已经死了年代也久自料。 无从查起,张世迅刚退休的时候还记得像是的名字,可是当要为他立传时却又忘了。 时人都说这位像是命不好真是悲哀,喜欢的话多多关注,多多点赞多多收藏,转发和评论。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,也很精彩欢迎品读。